我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 你为什么不选择模仿刘德华呢 因为唱了这么多年 我也想有自己的作品 我也想致敬一下我的武相刘德华 好 我就写了这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哦 不是刘德华 来 一起 欣赏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写信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害 哦 像一颗尘埃 来 上唱歌的亮灾 每人唱着谢谢你的爱 哦耶 谢谢你的爱 是给我一种快乐的存在 每天起床都要对着镜子 大喊一声加油刘德华 加油刘里厚 我是刘里厚 好在好在你最帅 我每次走上舞台 粉丝们都大喊华仔华仔 oh no 我的小可爱 我不是华仔 其实我只是一个笨小孩 只是长得酷也长得有点帅 只是爱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跟着我一起摇摆一起耍帅 谢谢 哎呀 你这歌哪都好 就是唱的短了点 我买的咖啡还一口没来得及喝 云川你写这首歌的意思 是不是像过去的你说白白 有那种感觉 想好好地做一份工作 不想再到处漂流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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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强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下期再见 到这个位置 看看 吧 建宇你是不是可以 真正踏踏实实地 去做一份销售的工作 而不是做销售直播 也考虑过 但是我没有学过这个专业 我也没有经验 你直播销售也没有专业 他刚才表演他的才艺 你要在当下做一个主播 不管是娱乐主播 还是带货主播来讲 我觉得你其实很难变现的 我觉得相对于 你刚才说的线上难变现 我倒觉得你给他 那个主意和建议更差 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 和知识体系 你让他到线下 做某一个领域 和某一个品类的销售 对他来说 还不如让他去线上 咱们往下细问吧 娱乐主播和带货主播 你确认是带货主播 我确定 我只喜欢带货主播 好 特别好 带货你对哪一类货品 你觉得你擅长 服装吧 男装 那男装如果说 现在你就是 斯凯勒的男装主播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说 怎么样去给他带货 要么你就演一段 给他带货 你选择哪个现场展示 这个怎么弄了 这个就演吧 假设卖一件冲锋衣 这件冲锋衣的特点的话 防水透气 零售价1500 然后今天是800块钱 像我卖这个衣服是吧 叫什么来的 斯凯勒冲锋衣 你知道冲锋衣 在什么时候穿吗 这就是 锋衣吧 是吧 这就是我提醒 各位企业家们的问题 就是他可能 甚至连冲锋衣 都不太了解 所以要 给他提建议 还是要根据他的 整体的基本素质来推荐 那就挑你一个最熟悉的 就你里面那件白T就可以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和家人们 欢迎来到直播间 OK 接下来今天为大家卖的 这个产品呢 就是 斯凯勒的T恤 Everybody 来吧 这个T恤很棒啊 现在在市面上是卖300元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 就是超级大优惠 只需要99元 穿上这个T恤呢 特别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秒杀吧 如果谁买这件衣服 订单的超过100单的话 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忘情水 来 三 二 一 来吧 你对你刚才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我们秒杀的时候 那个气氛怀动还是满意 但是对前面介绍这个东西 我不太了解 我是觉得从产品上 你肯定讲得非常短 然后没有讲透 包括跟消费者 就这件衣服的互动也没什么 然后就直接到超过100单的话 其实是如果你一单都没做出去 你就想100单的事 其实有点不太现实 我对刚才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我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觉得你比很多 直播带货的那些主播们 更有那种屏幕的穿透力 在这一点上 短时间之内 我是能被你吸引住的 我觉得那个100单什么 它只是临场发挥嘛 不要再较真儿 对